要说谁是红得最久的巨星一定为周润巴莫属,今年他主演的无双票房又大卖了,并且还打破经费骗历史票房记录。 发哥在影坛的成就可以稳去前三,如果在论奖项方面,他更在所有巨星之上。 不过,由于他在好莱坞的成绩不如成龙里连结,所以综合成就来说只能去之第三。 周润巴在好莱坞也曾经辉煌过,他主演的华语大片《窝虎藏龙》,给美红柱1.2吧,亿美元,至今还保持华语片历史票房记录,不过其他西片票房成绩就有点无奈了。 说他是票房独要也不为过,每部作品的票房都铺接。 比如这部《绑蛋无声》,就怒回了三个影,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,这个题材本来是李连结要拍的,但后来被周润巴抢拍了,所以李连结的版本就泡汤了。 周润巴跟李连结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演员,但是他们之间交集挺多的。 比如《卧虎藏龙》原本是李连结粮身打造的,但是开机的时候刚好立志怀孕,功夫皇帝不得已推掉了这部轰动,全球的武侠之志。 而发歌后来凭借此片轰动欧美,成为最风光的华人巨星,纽约僧也是李连结最想拍的,后来也被周润巴抢拍了。 这部电影就是房带武僧,但由于华哥不会武功,拍出来的效果欧美观众不买账,最后导致片方亏的血本无归。 房带武僧上映后票房丫火,北美仅收到2335万美元,海外更普及只收到1435万美元,全球票房仅371万美元约3.11亿人民币, 该片投资5200万美元,这在好莱坞可以算是中等规模制作了。 按分账比例投资人,只奔得1481万美元,扣去成本偏方还入亏了3亿元,3718万美元。 周润巴在好莱坞的票房成绩都很一般,他能拍这部大制作,都是借助了卧虎苍龙的余威,遗憾的是他没能获得成功。 好莱坞巨星跌落神坛了,周润巴在好莱坞拍过不少大制作,如阿曼与国王投资9200万美元。 可惜该片也是票房惨败,罚哥在好莱坞获得的机会,绝对要比里连接好。 但是号召力方面,却是票房独要级别,这就是会功夫和不会功夫的最大区别。 连拍了好几部西片票房都扑接,周润发尴尬了。 后来只能达到恢复回归华语影坛了。 罚哥虽然从好莱坞失忆而回,但是他在华语影坛的影响力地位还是最顶级的。 当时除了李连接外最大派巨星救他,成龙一直毛遂自剑想跟国师合作。 但张艺蒙根本瞧不上他,黄金甲选的周润发出演,就足以证明发哥的影坛地位和影响力。 这部骗他的片酬高达四千万元,是当时身家最高的巨星之一。 周润发在华语影坛的成就无可挑剔,如今更是焕发第二春《澳门风云》系列, 无双创下片房轰动。 比较遗憾的是好莱坞战绩一般,周润发无奈了。 房大五三房仅3.11亿3770亿万美元,片段路亏3亿3718万美元。 好莱坞巨星跌落神坛了,包哥在好莱坞属于昙花一现,其实也不能对他要求太高。 成龙、李连杰、周润发之后有哪位明星打入过好莱坞? 周兴时、有德华、梁朝伟等巨星连进去好莱坞的资格都没有。 所以,包哥在好莱坞的成就,也是很伟大的。 周润发上一次拍好莱坞作品,还是九年前客串的《七龙珠》。 明年他将客串好莱坞大片《热烈中的马克波罗》。 如今的包哥已经不再需要证明什么了,票房、名利、奖项都有了。 专心在华影坛发展的他事业越来越辉煌。 2019年他有《十二金刚》、《韩战三》等大片。 周润发又要引爆敲烦市场了。 发哥的好莱坞大片你都看过吗? 为何欧美观众对他的西片不感兴趣呢? 欢迎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